1、2、3 各位網上的朋友 我們是選民力量、人民力量 余大壯你好 我們是選民力量、人民力量的朋友 他是晚邊的星矢醫生 他是袁黎明 很開心在時代廣場見到你 特別近期你說票債票償 令我們簡直覺得心情為之一陣 是吧 但我們很想問清楚你 究竟譬如會不會覺得 現在7月1號這麼多市民行完 那已經夠了呢 如果譬如有那個惡法 即那個所謂諮詢期 去攤牆兩個月 是否就能夠激起更加多的市民去關注 以致能夠攀倒惡法呢 不如問一條最簡單的問題 就是泛民主派泛合會 何秀蘭議員就出來說 不鼓勵市民 7月13號去包圍立法會 就叫市民自己決定 那我想問一下余蘭媚議員 究竟你怎樣看法 為何法庫有這個決定呢 可不可以簡單答一答 各位市民 真的很多市民想知道的 好 謝謝你的問題 我相信香港市民每個都會自己選擇 7月1號我們很開心有這麼多市民走出來 但是政府只不過是押後 我們覺得是不滿意的 也是為何今天我們來到 大家都有大家的方法做 我知道你的方法 就鼓勵大家7月13號去包圍立法會 我們的方法就是鼓勵大家 繼續要求政府撤回 但是用繼續要求政府撤回 當然有很多方法 有些好像你這樣 希望7月13號去包圍 有些可能7月13號不出來包圍 但是一樣跟你的目標都是 我覺得其實我們大家都可以 向著共同的目標出發就是撤回 而不是去爭拗的方法 我們都不是爭拗 但是其實兩個… 支持我們包圍立法會 兩個目標是沒有衝突的 那為什麼… 兩個目標是沒有衝突的 我講一個比喻 當年五一六公投的時候 香港政府有些官員 他就不說自己投不投票 他說不鼓勵大家出來投票 就只是叫市民自己去決定 如果今天泛民主派 是講這些說話 我一聽就覺得… 你想一下你五一六的時候 那些官員這樣叫人說 我不要反對你投票 但是不鼓勵你投票你自己決定 有些選民聽到嗎 我覺得投票是每個公民的權利 7月13日去不去立法會 都是每個選民應該的決定 當然我們鼓勵選民行駛公民權利 但是公民權利… 集會權 集會權 所以如果有些人覺得7月13日 希望加入萬別、聲哲醫生 或者人民力量 我們絕對覺得他們是在行駛他們的權利 也有些市民覺得有其他方法 我希望你們… 但是你是不是覺得那個方法有衝突 兩個方法 不覺得,我不覺得那個方法有衝突 所以我覺得你現在的態度 就好像覺得有點衝突 我的態度一向就覺得… 沒有什麼衝突 沒有經過溝通之後 現在你已經明白了 是吧 最重要是溝通 所以你可以呼籲別人去7月13日 我們可以呼籲大家認清楚多些 然後要求大家一起要求政府撤回 是不是 沒有衝突的 所以我都不覺得我們需要在這裡 好像有些對時的局面 大家看到就很高興 是不是 好 既然我們是雙方釋放了善意的 其實都是同道 由頭到尾 我們都覺得公民黨 其實是我們很尊敬的一個黨派來的 所以都希望我們都一樣會鼓勵市民 響應你們的做法 就是在那兩個月的諮詢期的時候 多些給你意見 但我們都希望你可不可以藉著這個機會 亦都幫我們這些弱小的同道 都呼籲一下大家 就是叫他們7月13日 都如果有空的話 都來圍一下 這樣 就是圍到也圍不到 就是有東西聽 比如蕭先生那晚都會來 比如說余大廠 那天如果有空的話 你隨時來 我們隨時趕了台上的嘉賓酒 讓你上來講 好嗎 好… 謝謝你7月13日… 回應訴求 謝謝你7月13日邀請我 我從來有很多挑戰 只要符合我的原則 我都不會拒絕 所以7月13日 如果你要求我來 我一定會來 謝謝… 一元既出 我們7至10 一元既出 1、3、1、4、1、5都可以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那各位打完鼓的朋友 記得過來拿回一單槍 7月13日 來包圍立法會 謝謝大家